17号晚上香港大批的警察和机动部队的远警 将黄大县一家餐厅封锁 因为里头有大批的违法聚餐人员 警方昨晚10点几采取行动 票控违反防疫条例的人 又拖走停泊在路边的车 去到凌晨拉了两个男人调查 原来餐厅里头总共有123名新议安的黑帮人士 新议安香港三合会组织 他在1919年成立 1980年代会员人数达到20万 1990年开始不少成员向中国大陆发展 现在成了香港最大的黑帮 成员大约有两万五千人 竟然是大批黑帮人士 港警为了预防万一派出了有组织罪案 及三合会调查科 专门打击极为复杂的犯罪集团罪 也就是俗称的OG前往执行任务 上百人公然室内聚餐 疫情期间实在太过猖狂 港警最后以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范 向他们发出了罚款通知书 连同该餐厅的49岁老板 也一起涉嫌违反疾病防控规范 一起被捕 TVB新闻综合报道